港船宁次是一个中国通,抗战爆发前,就潜伏在中国做敌报工作,二战爆发后更是亲华的先锋,还鼓吹失心三光政策,可谓是最技班班。 三,因为功劳大,最后还坐到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位置,可这样一个罪魁祸首,最后却被无罪释放了。 二战结束后,按照蒋介石的指示,还有何迎进的周璇,他巧妙地躲开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,不过上了上海的军事法庭,但是结果却是无罪释放。 这个结果不仅是震惊了国人,更是震惊了他自己,据说,他久久待坐在被告席上无语了。 在国人的谩骂声中,唐伯恩又无视李宗人要求重新审判港船宁次的命令,安排他上了回日本的轮船。 法庭的宣判无罪了,归国后的他,更是积极参与应议的活动,最后在日本病逝。 可以说,港春宁次是一路被开绿灯,财无罪释放回日本的。 不过很搞笑的是,唐伯恩后来死在了日本医院的手术台上,很多人说是被日科毒杀的,真假未知。 一,日本投降,港春宁次群出路。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千华总司令港春,宁次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。 他一边协助遣返日军战俘和乔明的工作,一边还充当了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。 你没有看错,做了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。 只能说,蒋介石是有私心的,刚春宁次也看出了蒋介石在二战结束后想干管大权的野心。 他积极和自己曾经的同窗合。 因亲事好还表示,可以协助打半路军,要不是顾及聂子和英美的压力,我估计蒋介石也许就答应了。 不过,明的不行可以来点案的,刚春宁在南京写了很多对抗半路军的书,例如《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》,《围点打人士共军的作战特点》等等,可以说深得蒋介石欢心。 1948年,与东国际军事法庭多次要求提审刚春宁次,但是蒋介石却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有利,以刚春宁次业并去监视居住的理由,拒绝交人,其实就是保护了他。 据说刚春宁次在管辖区推行过尹华之环,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山姨耳光在北戈澡,可是他的屠杀科不少。 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,他下令屠杀中国军民3600多人,1932年,他萌化并且轰炸了上海,数万名中国人死亡他怎么都不应该被保护起来。 2、一路绿灯,刚春宁次被无罪释放。 1949年1月26日,刚春宁次走进了上海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,在蒋介石和何英斤的周旋下,听着石美于宣布刚春宁次无罪释放。 法庭乱套了,旁听席上都去怒骂,刚春宁次自己已经呆了。 他以为自己和东条英斤一样会是死刑了,据说他呆坐了很久。 举国愤怒,李宗仁代总统,要求逮捕刚春宁次重新审判。 宗湖警被司令汤恩博士无事命令,在蒋介石的指示下,安排刚春宁次登上了返回日本的维克斯号轮船。 一个假急战犯就,这样被无罪释放回了日本。 1966年9月,刚春宁次在日本隐病去世,终年把12岁,至此都没有认错。 说几句题外话,刚春宁次家庭很不幸,他就两个儿子,一个很小就在上海因病去世,一个在日本也报死了。 还有就是,汤伯恩后来死在了日本医院的手术台上,有人说是被毒杀的。 真假未知。 还有人说是因为你特别在肉食生下等了。 他一直懂从来 fiz这里了。 宗湖自分装 Five Lovers,三个月 dokopol。 就在那个摇捷头一与条网群下一战的手段。 只是黄 Inte唯一遢备的道路。 你要使用一些等纯的打敷多方法。